上課都會有個像這樣一個連結 那裡面的話就會敘述就是說上課的內容 第一次上課,然後上課的內容 所以上次很清楚,我把它錄下來能夠有六段影片 分別是,我把它放大,Ctrl加一下 基本上我們上個禮拜先做問卷,大概知道一下大家的程度 大概有一半的同學是進階的 剩下一半好像入門,因為如果你是入門,你可能要 我是建議奶奶回去,可能還是要多練習 因為像這東西其實都沒有好練習的話 真的會漏洞漏漏漏,而且有些地方會卡住 那如果你要用得很純熟,一定要熟練 因為之前同學的狀況都是不熟練 所以好像常常想要怎麼做,但是每次都想不出來 或者是有些地方不太清楚 那當然你就要花時間 所以另外上個禮拜我們就只要針對文字函數相關的問題 那其中的話我們用主要是兩個函數 REPT加LEN 然後就解決把一個手機號碼給串接出來方法 然後一個公式 但是後來發現REP加LEN好像比較複雜 為什麼?因為你要算幾個字,一定要三個字 所以要三減掉LEN 然後得到的數字就是要補幾個0 那補幾個0再用REPT去補 感覺好像其實是可以理解 可是好像要繞一圈了,有沒有 所以後來我就講了另外一個函數 叫TEST 那TEST函數 我是覺得非常重要 因為常常有同學問問題 就是說 老師為什麼我看那裡SEO裡面什麼資料我要取出來的時候 怎麼都取都取不到 或者說取不出來 或者是取那個資料的時候 奇怪怎麼就是取出來跟我看到的是不一樣的結果 那可能就是你不會用TEST函數 如果你會用TEST函數應該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為什麼?因為 為什麼你看到的跟你取得的不一樣 主要的原因很簡單 就是SEO裡面有格式這個東西 那格式這個東西其實就是讓你 有點像什麼? 表面上讓你看到以為它是長這個樣子 但實際上不是 尤其是日期跟時間 日期是常見的 日期 你想說日期為什麼年月日 但實際上它實際上放以SEO裡面就是一個數字 那個數字就是 跟1900年月1號相比差幾天的意思 所以如果你出現的那個 那為什麼你會看到的是年月日? 很簡單 因為有格式 如果沒有格式 那它看到就是一個數字 OK 其實數字 這個數字就跟1900年月要相差幾天 那你說時間怎麼來的? 其實時間很簡單 如果你看到 假設你把它恢復成原始的資料 通用格式的話 假如它小數點的話 那表示有時間 那也就是說時間的話 就是說呢 一的話是一天嘛 所以一個小時就是多少? 二十四分之一 二十四分之一 有小數點嘛 對不對? 那如果呢 有時間 再有分的話 就再六十分之一 反正就一直切 一直切 所以那個小數點會很多 OK 所以如果假設 你是什麼 十二點就整數 可是你一點的話呢 有沒有 就是再加二十四分之一 除了之後就是小數點一堆 有沒有 那如果你在再加再加 那當然就是 有那個一定是一堆的小數點 OK 那如果假設你是 算到十二點整 那就沒有小數點 那這個部分大概有觀念之後 應該就簡單了 另外好像上禮拜有同學問到說 那怎麼樣把它格式化成一個標準的日期格式 如果標準日期格式的話 那你又要想到一個函數叫Date Date 那Date的函數就是幫你把一個日期格式標準化 可是它會跟你要三個訊息 什麼訊息 年、月、日 因為如果你要格式化成一個標準日期的話 一定有年嘛 有月有日 那如果你給它之後 就是它幫你格式化成一個標準的日期格式 OK 這個可能就是慢慢再知道 那也就是說 我們這個標準重點基本上就是希望你能夠活學活用函數 以後反正遇到什麼問題 馬上可以知道說 用哪個函數是最恰當的 因為不是一個問題只能有一個答案 其實一個問題可能有很多答案 很多函數其實都可以幫你解決問題 但是哪個比較簡單 我覺得可能就是你要去思考的 但是剛開始能夠問題解決就好了 如果還能夠更上一層都是想那個比較好的 所以Test其實就是有點像是比較好的函數 所以後來好像我們又做了一個練習 就是取年次的部分 你們還記得嗎 我們那個這個範例 我們就取那個什麼 取那個這個綜合練習裡面的這個生日部分 有沒有 那生日部分的話 因為你看到以為是長這樣的 但是它實際上 在那個eSale裡面 雖然是民國年 有沒有 可是實際上點進去 它是西元年 道理很簡單 因為這個eSale軟體 是美國人設計出來的 它哪會知道民國年 全世界有民國年就只有台灣了 還有別的嗎 香港好像也不用民國年 所以如果你的版本不是反體中文版的話 也不會有民國年這個東西 所以我上禮拜有提到 其實原始狀態是什麼 右鍵除了它格式 這邊的話 你只要把它格式化成通用 通用的原始資料 就長這樣 OK有沒有 那你們也可以找一個 如果有時間的話 它就會小數點 OK 這個道理如果你懂的話 基本上很多問題就比較簡單了 那個原理原則 那我們上個禮拜有做個練習 就是把這個裡面的年給取 這個它幾歲嘛 就是幾年次的年次抓過來 但是要把它抓過來 那我們如果用laps 取前兩個字一定不行 因為你看到以為是這兩個字 但實際上你取過來的話是29 不對 那怎麼辦 很簡單嘛 用test函數 所以那個流程可能要 最好把它標準化一下 以後就那個step 你就不會忘記 第一個呢 我們先用test 對不對 那test後面的話 會需要有一個格式 所以將來你可能要個概念 它會跟你要兩個資料 一個是它的生日 它的生日的位置 就是C2 然後還有它的這個format test 那你講說format test怎麼來的 還記得嗎 其實就是按滑鼠右鍵有沒有 儲存個格式 這邊不是有個制定 就這個啦 那你把它複字貼過去就好了嘛 至於裡面是什麼意思 暫時不懂沒關係啦 因為這要懂的東西還蠻多的 你現在不知道沒關係 先貼過去 那這樣它就幫你轉換成什麼 轉換成那個真正是 這個看到的結果 就是這一串字 那你這樣laps去切就ok了 所以喔 上禮拜好像有點複雜 先test 再用laps 有沒有 laps切的話就變成70了 有沒有 這邊就70了 但是 70的這個資料 其實70的文字 ok 為什麼 因為前後有雙引號 有沒有看到 特別是這個要很敏感喔 為什麼 因為以前有出錯 都是文字跟數字搞錯了 特別是只有數字 才可以計算 或者才可以群組 所以如果假設你是文字 一定沒辦法做計算 也沒辦法做群組 所以喔 最後其實我們是要 樞紐分析表裡面那個群組 ok 有印象吧 所以你記得喔 這個地方一定最後要加一個value 如果沒有value的話 那最後結果一定不對 好 value做什麼用呢 就是把文字轉換成數字 ok 你說老師那不轉可不可以 非常抱歉 你不轉就是不能群組 所以你可以試試看喔 假設你們上個禮拜練習喔 你結果只要不要是加value的話 那它一定是沒有允許不能群組 為什麼 因為群組只能針對數字 不能針對文字 這點可能要特別特別小心喔 那其實啦喔 數字跟文字你要有個敏銳感 就是說呢 它的對齊方式有沒有 有沒有發現 它只要是靠右對齊喔 裡面的資料就一定是數字 可是如果靠左對齊一定是文字 這個敏銳度也一定要有 如果你有這個敏銳度的話 以後你在處理資料 我是覺得應該就比較不會發現錯 因為我發現很多同學問的問題 都是文字跟數字搞不清楚 有沒有像查資料也查 欸老師明明看的都一樣 為什麼我就查不出來呢 明明都一樣 為什麼不 一看 啊一個是文字一個是數字 你看到是一樣的 可是電腦看到是不一樣的啊 怎麼辦 轉換一下 所以喔 Value一定要加 所以喔 如果Value講的沒加的話 有沒有 假設這個沒加喔 好像上禮拜還有同學說 欸老師用Enter跟按打功 有沒有不一樣 其實沒有不一樣啊 看你習慣啊 我是喜歡打勾啦 因為這個打勾 很多軟體都用打勾的 像Photoshop裡面也是用打勾的 所以我就喜歡打勾 而且打勾感覺 比較有那個 怎麼講 有那個儀式感吧 欸有那個打勾的那個 那Enter感覺就是 就太直了 感覺好像沒感覺 好啦 反正 怎麼操作都沒關係啦 反正你操作的順手就ok了 因為我個人習慣這樣 你不見人家跟我一樣 你用你是原始嗎 也ok 但是不要出錯就好了 那你會發現啦 有沒有 如果你沒加Value 它就靠左 但是你加了Value之後有沒有 它就靠右了 OK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 可能要特別注意的啊 所以有些地方 我覺得 怎麼講 內行人就是看一下 看知道為什麼 但是外行人怎麼看 就覺得不知道為什麼 欸為什麼老師 你動一下就好了 啊我怎麼動就動不好 奇怪了 其實就是這個地方 很多小細節 那當然呢 如果你用TexterLat 跟Value 三個函數之外 如果你假設不想這麼複雜 我講過 另外一個叫什麼 Ear 有沒有這個地方 插入函數的話 有個Ear函數 就是Ear顧名思義 就是黏嘛 那你把這個儲存給它之後 它會取得是1981 那你說老師 那這個地方明明是70 為什麼是1981 那到底很簡單 因為這個美國人設計的 它哪會知道民國年啊 所以 它這個70 只是因為格式的關係 讓你以為是70 但實際上在電腦裡面 還是1981 所以我們1981 那可是問題 1981是一個數字 你會發現 Ear取回來的 前後並沒有雙引號 所以它是一個數字 那我只要把它怎麼樣 把它要減掉1911之後 那不就是得到的就是什麼 70 可是很多時候 因為Ear這個是一個日期函數 那日期函數它很敏感 它只要是一 就是這種日期函數 只要是你有做一些計算動作 它很常會直接幫你把儲存格的格式改成日期 所以你會發現 為了要打個勾 它就變成緊字號了 有沒有 那為什麼緊字號 因為欄寬不足嘛 所以你把它拉寬 你說老師 結果不是1981-1應該是70嗎 那它為什麼變成這樣 因為我剛剛講 只要是日期格式都很敏感 都會自己幫你轉換成日期格式 因為它以為你經過日期的這個動作 那需要一個日期 所以它自動幫你加 怎麼辦沒關係啦 它真的太多事了 所以你把它轉回來的話 按右鍵出成格式怎麼樣 再把它改成通用就可以了 所以其實它自動幫你轉成日期 自動 因為它意額 所以自動轉 OK 那怎麼辦 沒關係啦 這個我覺得它這有點障礙 但是不管哪個以色列版本 它都是這種障礙 所以你知道它會有這種問題 以後你自己改回來就好了 然後把它改回通用按驅立 這樣就恢復了 有沒有 OK 那這個是上個禮拜 我們講的函數的一些要點 那其實為什麼要特別增加這個欄位 年次 那主要是要讓它做一個什麼 做一個圖表 這個圖表 就是先做一個順有分析 然後呢想要知道說 會員裡面哪一個年齡層的人最多 有沒有 馬上一看 你看右邊應該比較能夠了解 右邊一看 70到79最多 有沒有 那也就是說如果你今天想要知道 哪個年次人最多 使得給人家看 看圖應該會比看數字來的更直接 雖然右邊已經很清楚了 但是好像右邊這樣看 好像還是要花一點時間 所以你把它畫個圖應該會比較友善一點 所以上個禮拜是在利用這個地方的這個有沒有 然後插入樞紐分析表 那樞紐分析表真的是 Ecell裡面很很棒的一個工具 為什麼 因為它可以很簡單的 就把一個資料 快速的做簡單的統計分析 OK 那比如說我想知道一件事的答案 就是 這麼多會員 那目前我們要用很多 我們一百個 可是以後可能會有一千一萬個 甚至十萬個會員 那如果你想知道 到底你會員裡面的年齡層 哪些人最多 有沒有 那你或者是其他 像待會你們也可以試看 哪個學習的人最多 有沒有 或者哪個電信業值的人最多 那你很簡單 你就直接怎麼 插入樞紐分析表 然後把什麼 把這個 你要統計的那個欄位 拖拉到列 把它再拖拉到值 它就會幫你算完了 OK 這邊就統計出來了 這個我再複習一下 這個還蠻重要 插入樞紐分析表 然後範圍先選 OK沒錯 然後把什麼 把這個拖拉到這裡 這個拖拉到 拖拉喔 是不是拖下來的 OK 這樣比較快 這邊就出現了 那至於群組的話 直接在A5的地方 我把它取消掉 它可能預設沒有群組 那如果你要群組的話 按右鍵 記得右鍵的位置 建議是在A5以下 就是A6可不可以 A6也可以啦 但是好像不能在A4 A4這上面不行 A4也可以啦 A5的 我習慣在A5這個位置 組成群組 那你當然要思考一下 你的群組一定是從50開始 所以這邊輸入50到79 記得就是以間距就10啦 OK這樣的話應該就可以得到我們要的結果 好那這樣就群組了 最後呢在利用什麼 分析裡面的樞紐分析表 樞紐分析圖跟這一樣 然後把它畫成一個直條圖 那當然啦 你如果要更進一步的話 你其實是可以怎麼樣 可以把這個圖稍微放大一下 然後這個標題的話 可以改一下啦 因為核氣這個什麼意思不知道 比如說叫年次統氣好了 也許這個地方的話 你就把它的這個上面的 我把它改一下輸入法一下 這邊的話你可以點一下 名稱的話呢 可以叫做什麼 年次統計好了 也許這個地方把它稍微改一下 點兩下然後可以改 然後再來也許你可以讓它漂亮一點 點這個框框之後 再設定它的顏色啦 字的大小 然後這個粗體 OK大概是這樣 然後最後這個合計 這個可以拿掉的話 這個要圖力 如果不要的話 你甚至可以把這邊圖力 把它打勾取消 有沒有它就不見了 還有其他的相關設定 你如果希望把這個圖變得更美輪美幻的話 是可以做很多的變化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著 把那個上個禮拜的重點 再稍微複習一下吧 好 這個做完也許 如果你還有時間 你可以再看看 要統計一下 哪個血型的人最多 然後或者佔比各多少 你們也可以不妨試試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